老闆老闆 你说 今天是我们的新年特别节目 除夕了耶 各位观众好不好 先跟大家拜个早年 除夕不是早年了 除夕已经在拜年了 你这个过年白过了 不是啦 因为我现在这个时间也要还没有过年 也是啦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相当合理 反正跟你们拜个年啦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红包拿来 这我不晓得别说的 我知道时候会放我的那个 QR Code 放年纪 我自己的汇款的地方 可以可以 没有啦 看笑了 然后今天啊 特别节目就是 有跟网友去做一些提问 然后有一些QA啊 这边我就一个一个来问 第一个问题 就是2023年 让你最开心的事情 2023年让我最开心的事情 肯定是我女儿出生啦 你知道 我好像没有跟网友讲过这件事情 2023年 我女儿是12月8号生的 那你知道 其实我的预产期不是12月8号 我预产期是1月3号 但是你知道我是中国人 中国人 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算命啊 其实也不是中国啦 就是基本上大家就会 可能西方的算这个星座啊塔罗啊 但我们中国人看的肯定是紫薇啊 所以那时候我帮她挑了一个很棒的命盘 结果后来呢 人算不如天算 就我帮她挑的时间 跟她后来她自己选的时间差了22天 整整22天 所以严格说起来 我女儿算早产 但是不管怎么样了 就是她出生之后算体重轻了点 但她后面一切健健康康 我就很开心 你知道2023让我最开心的就是我女儿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确实是蛮值得开心的就是 但跟我没有关系 跟我没有关系 怎么会 你们帮我带小孩啊 我才不可能帮你带小孩 我最讨厌小孩子 第二题就是 2024年会不会请杨世光来做嘉宾 很喜欢杨世光 希望能够多听到更多元的碰撞 我其实有一直在跟世光哥约 但因为世光哥很忙 那但是呢 前两天我跟她说 世光哥你可以来上野里吗 她就跟我说过年后 所以大家期待一下哦 她说过年后呢 她就可以来上我们野里会客室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认真敲碗 然后要去跟世光哥讲说 世光哥我超想看到你 上野里会客室的 我相信我们大家努力之下 一定可以把她请到我们野里来 来跟大家分析很多事情 不管是财经面向还是政治面向 她都有她独特的这个看法 所以呢 大家可以期待 2024年龙年的时候 假成龙年的时候呢 可以期待世光哥在野里出现 虽然刚刚苏文是叫大家多多期待 但小编这边先跟大家讲说 不要太期待 干嘛这样 他答应我了 他那天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跟我说 这个过年后没问题 他说过年前他很忙 但过年后没问题 不是不是 以我对世光哥的了解 他这个人 真的是忙到不可思议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他是渣男 他每天都要做节目就算了 然后他还早上会约他的同事们去打高尔夫球 真的 然后有时候还会跟他们同事们玩一些很奇怪的小游戏 就在那边读音乐很奇怪的东西 这是他的乐趣 然后我就觉得 哇 这个人超怪的 然后他每天花的时间都花在这些东西上面 然后就开始分析了有的没有东西这样 我跟你讲 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因为他花很多时间在 这个所谓的不务正业上面 对 所以呢 他就对很多的事情看法呢 其实跟一般的专家学者不一样 他总是有特别刁钻的角度去分析很多的事情 但是呢 我相信他应该不会欺骗我的吧 不然我就要叫他渣男了 一天都要欺骗我 我相信他不会骗我 所以大家期待 农历之后呢 一定会看到他 我不确定 但大家可以想 期待一下 认真敲碗 认真敲碗 我们的第三题就是 有一个网友问 他说 请问大陆的医院的各种费用真的比较高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在大陆看病的费用到底多少 但是我知道 就是因为你知道大陆有无险疫情 就是他们会有那个保险 那我们台湾人没有 所以呢 如果我们台湾人在大陆看医生的话 那基本上的费用一定会比大陆民众来得高 同样的嘛 你如果今天大陆民众到台湾看医生的话 你没有健保的状态之下 你要负担的这个费用 肯定比一般的台湾民众来得高 但是我必须讲啦 我觉得台湾的健保制度 确实是非常不错 因为你有健保之后呢 其实你看很多的病 它都有给付 那你的在医疗上面的负担呢 就不会那么重 但是我知道很多这个1450 小台独都很喜欢讲啊 我们台湾健保很厉害啊 有本事你不要用健保啊什么之类的 我这时候就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你知道当初健保制度在创立的时候 民进党是反对的 群企反对 他们认为怎么可以有这种制度呢 当初健保是谁搞出来的 就是你们很讨厌的连战 大家就觉得连战你中国人啊什么的 那时候呢 就是因为连战他们这种 你知道就是训练有数的官员 他们看到了台湾民众的需要 所以呢才这个创立了健保制度 那个时候民进党是大力反对的 所以严格说起来啦 现在那些1450那边讲说 我们台湾健保多厉害的时候 那如果你们真心这样觉得的话 那你们要好好的对于中国国民党的感恩戴德 因为那个时候的这样的这个 这种强度训练的官员呢 他们可以看到民众的需求 而如今你们每天在喊这个什么台湾No.1的时候呢 却发现到弄出来的政策 其实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帮助没有那么大 说真的健保真的是不错 真的很便宜耶 你要想 你看到台湾把一颗牙就是这个 挂号费150块 你知道在美国把一颗牙要好几万 十几万吧 对甚至有十几万 但我们家虽然我们都有缴健保费 可是我们家看病从来不用健保 为什么 就是可是我爸妈的一个迷思 就是我爸妈觉得看医生用健保 他会用比较烂的东西 他会告诉你啊 那这有健保补助的药 跟非健保补助的药你可以选啊 我爸全部都会用非健保补助 因为我爸不是那个吗 心剂嘛 然后他装支架 然后诶 正常有那个很便宜的 然后我爸必要装一根二三十万的 感觉会比较好用 最便宜好像一支七万块而已 可是我爸要装那二三十万 然后我说哇 那个以后都是我的 哇 那个不孝子 七万块好像够用了 但是我跟你讲 就是我不确定有没有差 因为我不是医生 但是你会发现到健保 其实真的很大程度 帮助了很多这种收入 没有这么高的一般人 那个其实真的帮助很大 下一题就是B站 B站的网友问的 他说赖清德获得B站的高票支持 有什么样的感想跟评论 我告诉你 你这格局就小了 因为赖清德获得的不是B站网友高票的支持 赖清德获得的是头条 B站 抖音 YT上面所有网友高票的支持 但是我也知道了 大家支持他为什么 因为大家希望两岸赶快统一 他认为呢 这个极毒的赖清德上来之后呢 其实呢 让两岸之间模糊的空间 瞬间都清晰了 因为你没有模糊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呢 很多的民众呢 就应该讲很多的大陆网友 就会非常的期待说呢 这一次呢 赖清德上来 那两岸呢 看能不能赶快统一 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 那其实我也知道 这个网友的心情 大家讲嘛 极毒就是极痛 但是呢 大家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过去赖清德呢 可能还没有这个竞选之前 他呢都很极端的 他呢都会讲一些那种嘟嘟的言论 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 当他开始在做竞选的时候呢 他讲的话呢 就会开始慢慢的偏缓和 他就会告诉你啊 我会遵循蔡英文的路线啊 这个 他还是以台湾前途决议文的方式呢 来展现他的这个 对于台湾的未来的定位啊 等等之类的 你就发现到 诶 他怎么不像过去一样 这么的强烈的毒 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当他这个人 哪怕他意识形态在强烈 当他坐上那个位置的时候 或者他要往那个位置迈进的时候 他必须要修饰自己的意识形态 他要往中间靠 他不能有过激的表现 一方面呢 是他要争取更多的民众的支持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国际的势力呢 会压住他 比如说像美国 美国就会认为说呢 你不要给我surprise 美国要的东西叫no surprise 就是你不要给我任何 任何会让我很惊讶 或者很shock的东西出现 那慢慢的呢 他就会开始去修正 他的态度跟路线 但是呢 我觉得呢 大家也不要失望 因为赖心得呢 他会不小心的 又把他那个强烈的意识形态 又展露出来 比如说像他圣选的那个晚上 他讲的那个圣选感言 其实呢 又是往更加激进的路线 去迈进了 所以呢 我可以理解啊 就是为什么大陆这么多网友呢 会投给赖心得 会支持赖心得 因为极毒就是极同 但极毒变成极同的 中间这个过程 肯定对台湾民众来讲 绝对不是一个好的过程 你知道我这两天在看一本书 就是那个书起 所写的那本书 就是在中美竞争的 详细书名叫什么 好像叫中美竞争的状态之下的 台湾选择 就是书名我有点忘记啊 但是我在看那本书 他那本书的内容呢 他告诉我们说呢 他有很多分析嘛 从这个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蔡英文 这些人在执政的时候的 两岸之间的关系变化 还有他们的政策 然后一直讲到呢 他自己的分析 他的观察 那当中他提到 两岸之间在斗跟合之间呢 要做出一个选择 那完全端看台湾民众的智慧 如果说呢 我们要一条路走到黑 就像现在支持赖青德一样的话 台湾只能这个 选择斗 那一旦选择斗的话呢 台湾民众就要有上战场的准备 所以其实有智慧的方式 应该是在两岸当中选择合 那如果你要选择合的话呢 那我们要如何改变 现在岛内的氛围跟环境 我们要如何改变 我们的政治人物 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 所以 这就为什么 你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大陆民众多么支持的赖青德啊 因为他们希望看到 几统的出现 做梦啦你们 做梦啦 我相信赖青德应该他会稍微 端正自己的行为 一定是会能避就避啊 肯定的啊 因为没有人想打仗嘛 对啊 反正我是觉得啊 我们刚刚聊的东西有点太政治了 我这边聊点生活题 生活题 第一 下一题 那老板 有没有肯 有没有那个就是这个机会 就是跟各位广大网友 聊一下这个过年的时候 你平常你们家庭的一个 可能红包 或是什么样的一个习俗之类的东西 我们家其实还算是比较 没有很多的规矩 但是我外婆还在的时候 他人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除夕的时候 一定要回家吃团圆饭 然后呢 我们也要拜拜 晚上一定是要拜拜的 那甚至呢 我只好在前一天 好像是天宫生 还是天宫什么的时候 我们也一定要回家 回我外婆家去拜拜 就是我外婆都会要求 那个天宫生啊 或者是迎神的时候 还有送神的时候 都要回家 然后全家一起呢 来拜拜 然后除夕吃年夜饭 吃完年夜饭之后呢 要放鞭炮 这个都有 但是因为我外婆离世了嘛 所以这些的过去的传统跟习俗呢 就越来越少 几乎已经到没有了 但是我们家一定是 除夕跟除夕一定会团圆 就除夕是团圆饭嘛 除夕是回娘家 这两天呢 是一定会大家聚在一起的 那我知道像我有很多的 我表妹那边的那些亲戚们 他们会跪拜 就是要跪拜领红包 我们家是没有这个要求啦 我们小便一步都很惊讶 对不对 我跟你讲很多的外省人都会要求 他的这个下一代 或者是说年轻的一辈 那种小一辈的啦 一定要跟长辈们跪拜 然后领红包 然后晚上要吃元宝 然后有些元宝里面还会有放钱 放一块钱 然后代表呢 说你来一年呢 可以这个发财啊 或者是说有很多的 这个财富啊 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们家其实对于过年的习俗 比较像是那种 就是你知道一定要拜拜 过去一定要 那现在呢 其实就比较没有了 那但是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团聚在一起 我们家比较像是这样 我是觉得过年这种 就是习俗啊 真的是不可抛弃 因为它就是这个 中华文化的一个地域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这上 我上个周末我去南门市场 我跟你讲超有年味的 都在卖春联 卖年糕 然后都在卖那种过年的 那个什么辣肉啊 那个南北货啊 那些之类的 我觉得超有感觉 我觉得台湾民众 如果说在 或者是说大陆朋友 来那个台湾过年的话 你一定要去南门市场 或者去底花街走一走 你就感受到 那种浓浓的年味 出了这些地方 你就发现到说 诶 怎么好像没有要过年的感觉 过年 我觉得过年这个东西 真的不可气 就是这个文化的东西 我们大家一定 都是要维持着 对不对 老板是这样子的 对吧 没错啊 当然了 那红包呢 红包 你会给我吗 这个 你 这个不好说不好说 啊没有 我没有红包 各位网友 我没有红包 我铺了那么久的 你铺了那么久的 就是为了红包吗 我想说 你看中华文化 大家要认同嘛 对不对 哇 现在没有红包 诶你知道吗 这个台湾 在整个大中国里面 南北的行情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在广东 我也是看抖音的 说在广东的红包 你知道多少钱吗 多少钱 50块 我不是广东人 我是啊 我不是 你老板是广东人 你知道吗 50块 50块的人员币 200块 够缸啦 够缸也是可以 哦 200块你都要吗 你看我们小编 多么的饥渴 诶 什么东西啊 好啦 下一题 最后一题咯 就是2024年 有没有什么新希望 2024啊 那我当然是希望 两岸之间的交流呢 可以更加的广泛 那也希望呢 两岸之间的敌意呢 可以有效的降低 说真的 因为我也不希望看到我们小编上战场嘛 对不对 那再来呢 我希望呢 2024年呢 这个我们同派呢 有更好的发展 也同时希望呢 2024呢 两岸的民众呢 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平平安安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2024其实全球都不好过 2024无论是经济啊 或者是地缘政治上面 都有很大的风险 那我希望呢 就是两岸的民众呢 都可以平安度过的 这样的这么大的惊涛骇浪 那同时呢 最重要的呢 这也是我们大家 整个野里都希望呢 就是野里在2024年 能够像我们的logo一样 红红火火的 那希望呢 我们有更好的表现 能够开创更多的节目 邀请更多的来宾 分析更多的时事 和不同的观点 这是我2024最大的期待 当然 就是期待我女儿 能够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的长大 刚刚老板讲的都有点空 除了最后一个 就是小孩子的那一个 怎么会呢 我希望野里有更多的这个来宾来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 多给我们一些流量 对不对 这样子呢 我们才可以照顾更多的人 刚刚讲的就不太对 怎么 为什么说 如果你问我小编 2024的希望就是 可能就是希望老板可以 发红包给我 我也希望 看到就要看我们广大的网友 肯不肯 反正我觉得啊 最后我们还是要给观众们 一个很好的 完完整整的祝福 完完整整的拜年 那就由老板来 我就不拜年了 好了好了 那就 我们小朋友他害羞 不愿意拜年没关系 那我来代替我们整个野里 跟我们广大的网友说呢 这个祝福大家 这个甲城龙年啊 能够平平安安 然后快快乐乐的 因为我觉得呢 身体健康呢 是比什么东西都来重要 就是也祝福各位广大的网友 能够身体健康 祝福大家呢 财源广进 财源广进 龙年行大狱 祝福大家好运 钱财隆隆来 祝福大家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OK 谢谢大家 拜拜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这个一定要 一定要讲 我们小编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大家一定要记得 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一键三连 祝福大家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 各位野里的好朋友们 各位长期支持野里的 各位网路上的视频上的 各位好友们 我是蔡振元 很多人习惯上叫蔡振博士 用来求蔡英文的 但因为现在过年嘛 我们不要随便求人 要逢人说好话 那我在这里呢 就先祝福我们各位野里的好朋友们 大家农年行大运 财神也隆隆来 隆隆来是福建话 就是所有人一起来 那当然呢 能够到我们家贺客最多了 我们当然希望财神也来了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祝大家 和家平安 身体健康 事业发达顺利 真的做到了财神的隆隆来 那一家大小和乐隆隆 那对于这个野里 请大家积极的支持 要定期的观看 增加我们野里的粉丝 人数 然后要按赞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亲朋好友 给野里的鼓励 就是让我们这个世界更好 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 祝福大家 恭喜大家 Happy Dragon New Year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